在夜空中的众多星星中 北极星是非常有名的 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这颗星星的存在 但如果问起北极星是什么样的恒星 离我们有多远 和太阳相比大小如何 为什么北极星始终在正北方 估计就没有多少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了 甚至在仰望星空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能确定到底哪颗星星是北极星 不过没关系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颗既熟悉又陌生的星星 想要在天空中快速找到北极星 首先你需要确定自己所在位置的维度 然后再面对正北方 将自己的视线抬高到与维度数值相同的角度 一切顺利的话 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视野中心 看到一颗较量的星星 这颗星星就是北极星 如果不能确定的话 你还可以通过北斗七星来找到北极星 在夜空中 北斗七星是由七颗较量的恒星构成的一把勺子 相对北极星来讲 北斗七星更容易找到 在确定了北斗七星之后 你只需要沿着这把勺子的豆口方向寻找 就可以找到北极星 现在的北极星又称勾成一 距离我们大约433光年 它其实是一个三核星系统 由北极星AA 北极星AB和北极星B组成 其中我们肉眼可见的只有北极星AA 北极星AB则是其半星 而北极星B则运行在更远的位置 轨道距离约为2400天文单位 北极星AB和北极星B的质量与太阳相差不大 分别为太阳质量的1.26倍和1.39倍 而北极星AA就要大得多了 最新观测数据显示 其质量约为太阳的5.4倍 直径约为太阳的37.5倍 体积约为太阳的5.3万倍 按照恒星的分类 北极星AA属于光谱类型为F型的黄巨星 和太阳相比 北极星AA内部的核聚变反应要猛烈很多 以至于它的光度高达太阳的2000倍左右 而其表面温度也有大约6000K 对于这个问题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 北极星的定义就是距离北天极最近的亮星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极星 恰好就是这样一颗亮星 所以它就是北极星了 宇宙万物都是处于运动之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极星 在天空中的位置也会出现变化 但相对于人类的寿命而言 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微不可查 因此就让人感觉到它始终在正北方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的话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北极星就会离开北天极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不是就不应该称为北极星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地球一直跟随着太阳在宇宙空间中运动 这会造成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出现变化 但因为距离遥远 所以这种变化是非常缓慢的 相对而言 地球静动造成的变化要迅速得多 如上图所示 地球的自转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太阳和月球的引力作用下 地球的自转轴会有规律地发生旋转 进而在空间中描绘出一个圆锥面 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地球静动 地球静动的周期约为2.57万年 也就是说 每过2.57万年 地球的自转轴就会完成一次旋转 从而造成北天极 在天空中的位置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 被称为北极星的恒星也就不是固定的恒星了 实际上 构成一也只是在大约800年前 才开始担任北极星 而在大约500年之后 它就会离开北天极 届时的北极星将由沟陈寺担任 当然了 沟陈寺也不会一直是北极星 在大约800年之后 北极星的称号将由少卫增巴代替 上图列出了在未来会成为北极星的部分恒星 总而言之 在不同的时间段里 北极星是不同的恒星 而北极星之所以始终在正北方 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类 一直在把距离北天极最近的亮星 称为北极星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